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我是Soutin 大家期待已久終於來到京都 而現在其實只是10點50分 沒錯 我們今天7點多就起床 然後9點半左右就到京都了 所以其實我們吃完早餐 我們才回來鴨村河做一個opening 我就是7點起床 然後來到京都 為什麼 這個是交往之後第一次一起來京都 我們兩個都已經算是一年多沒有來京都了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要讓Yan對京都改變 我們先說我們今天要去的點 首先就是哪一個餐廳 那一間算早午餐店 然後第二個我們會去一個神社 第三個我會去一個我最喜歡的咖啡廳 這三個點 你為什麼看起來不開心 我沒有啊 本身其實打算在那間餐廳裡面拍賣的 不過它的位置比較小 而且我們是因為預訂不到位置 所以我們就一早去 然後walk in 然後我們坐在counter位置 那個位置比較難拍 所以我們就吃完才回來這裡 說一下感受是怎樣 那個店鋪就是在鴨村河旁邊而已 YES 那它是一間算是網美店 真的蠻網美的 我已經說不出什麼評價 但是我要說它的餐點是好吃的 雖然有點偏貴 但是我覺得是以觀光客來說 就是比如說旅遊住在京都 然後你早上想要排一個行程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那邊 就是你吃完然後剛好可以走一下鴨村 蠻舒服的 我們點了三份東西 那我呢 就是一個蘑菇醬炸雞Pancake 我的是最經典的早餐 就是Pancake、Sousage跟Pakun生菜 就是很常看到那種美式早餐 然後還有點了一個南瓜的Pudding 我是覺得醃得比較有特色 然後也比較好吃 因為我的就是一般常見的 而且如果是以那個價位來說的話 感覺就是要吃有特色的荷薑 它那樣子一個2,200 在日本來說我覺得都是算偏高 而它在吃的時候 我就叫它 如果一陣子有什麼想強調這個套 譬如哪些不好吃、哪些好吃 那我說你記得拍一點點鏡頭 然後它說 這個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合格 就這樣啊 就是你基本上看得到的 我覺得我吃那個是蠻特別 它放下的時候 它有解決 它說那個蘑菇醬跟Pancake都很搭的 你可以先不要加那些糖漿 這樣吃完先 吃到大概中段就可以再加糖漿 可以換個口味 然後就換個口味 那就會試到整套東西了 吃起來也沒有不爽 就剛才點錯了 但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旅遊的話可以來 然後店員也都蠻友善的 我可以肯定 你這家店說男人都是被搶過來的 我跟你說 我只有看他的IG 就是照天看起來蠻漂亮 但我不知道價錢是這麼的驚人 我第一次早餐可以吃到一餐要6000多塊 我今天吃的是奢華早餐 我嚇死了 我其實今天就是來靠北京都的 結果第一站就已經快改關了 對 我去完老闆餐廳我已經有點改觀了 因為最後店員跟我們聊天 都蠻友善的 然後我去廁所的時候 他說店員有特別跟他說 因為今天京都有馬拉松 所以我們如果要轉位移動 他就建議我們不要坐巴士 可能會塞車 他建議我坐電車 我就覺得很雅沙系 還有以我觀察 店員每個人都會說英文 那我們現在就去下一個店 走這條路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們要去八百城社呢 錯 那下一句呢 但是我們走下去就對了 你真的好廢 每一次都在這句 這張很好用啊 他有說到一個他不喜歡進度的店 我說進度的路都一直要走上坡 我就是很討厭走坡那爬樓梯的女兒 就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好累哦 看似沒有很陡 其實也是一直在往上爬的 安景金比羅宮這個神社 它是可以幫你切掉二元 然後結新的園 這個神社就是在清水寺 你走那個沙坡下來 然後沿路回去的時候就會看到 所以它跟八百神社是 是同一條大路的 所以其實應該蠻好找的 這個我也是偶然直徐 經過的時候 因為它外面不是有掛了一個橫斧嗎 對對對 我就覺得這好像很厲害哦 然後我又來拜了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它好神奇 因為我那個時候還跟我前男友還在一起 那時候我拜完 我也沒有說什麼 我好像就只是講說 我希望可以 今年可以有好的緣分 然後就是幫我切掉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樣子 我就這樣跟神明講 然後我回去當晚了 我前男友就跟我提分手了 欸Witcher你有在看嗎 他前男友我也認識了 因為我第一個影片 我們去台灣玩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在高雄我喝到很醉 對 我就是跟他前男友一起喝 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要拿那個紙 然後你要穿過去那個洞 然後再穿回來 就代表會順利然後會結號園 那我覺得那個洞好像其實蠻難裝的 你裝得進去嗎 如果你有尊好會不會卡住 你很小欸那個洞 他好像有點歧視胖的 對啊 萬一很胖的人想裝怎麼辦 對啊 超多女生在排隊 大家都想結兩元 首先你要投那個郵箱錢 投完郵箱錢 5塊錢之後 再搖那個鈴 搖鈴的時候 然後命運的鐘聲就會響起了 搖完鈴之後再往前 去那個前面的那個本店 拜拜 我覺得是可以來體驗看看 因為其實它裡面 蠻多蠻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鑽那個 我要叫什麼洞 鑽洞才會有點奇怪 就鑽那個騎士攀子的洞 它這個洞真的很小 然後如果建議女生來 如果真的要鑽的話 不要穿裙子 因為真的蠻危險的 因為後面 蠻尷尬的 對 因為後面的人其實都會看 所以我覺得不要穿裙子來 對 所以我剛剛也不敢拍 對 我怕我們會被誤以為是變態 就是拍屁拍喔這樣子 大家可能以為我們會介紹 八板神社啊 清水寺啊 或者是其他神社 貴船神社什麼的 就是很平常所見的神社 沒有 我要介紹的是我自己來的神社 然後我覺得應該蠻厲害的 其實大家都沒有以為什麼東西 只是大家以為我們會穿那個和服而已 但是我們不會穿 我們不會穿和服 不用期待 為什麼呢 因為我穿過了 人生中常試過一次 我覺得就可以了 以目前來說 你覺得你現在對京都的滿意度 大概是多少 我們中場那個訪問一下 說真的 對不對 到暫時來說 還算不錯 感覺OK 還行 比以前好 希望不要中途有什麼小差錯 難說囉 比如說遇到什麼機外的旅人這樣 哈哈 剛剛煎過這間店 我們看到了台灣那些事 十歲以下小童不得內盡 我不是想說這件事是有沒有問題 而是令我想起一樣 為什麼我本身對京都沒有什麼好感的東西 那就是因為有一次呢 我有跟一個意大利朋友來 然後去一間比較舊的那些辣飲店 一進去呢 那個老闆娘已經是灑手領頭 就是對著他 不是對著我 那他又很抗拒外國人 然後我們就說我們是溝通到的 就是我們不是要說英文的 然後他也是一念嫌棄的那些樣子 然後叫你們走 那所以 我不解釋那麼多了 但是 怎麼會有好感呢 你見到這件事 遇到這件事 我也是有跟你比較相同的經驗 還沒有疫情前來旅遊的時候 就是對京都的印象蠻好的 就覺得我這裡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 但是疫情期間就是 在日本住的時候來這邊玩 晚上的時候去拒酒屋那種 然後他就是看到你是外國人 不會說日文 或是日文沒有很好 他也沒有明講 可是他的臉色就是 你看就知道他不想要你進來 對對對 就突然Kimochi就會變很差 就喔 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 為什麼要這樣子拒絕我 我覺得這跟大阪還是有差 沒有這麼熱情的感覺 這個東西也跟我們早上來一家店 他跟我聊天 然後我覺得他有理嗎 我覺得他很Friendly 嗯 然後我就會對哪個地方 對對對就是 改觀的意思是一樣的 我覺得男生願意陪 因為女生來京都真的是很有愛 對 因為我說京都就是很多這種小店 賣小物 然後又很多咖啡廳 然後男生就是有些直男 就不太能理解這些到底在幹嘛 就是喝很多咖啡 吃很多很貴的甜點 然後買一些沒有用的東西回家 但是他還是願意陪你來 那這個男生真的很值得考慮 因為他願意花時間陪你一起逛 就算他沒有進去陪你逛車外面等你 也是一種愛的表現 哈哈哈哈 我在為男性講話 因為我們剛剛經過就看到很多男人 站在一家店裡 坐在外面 我就說他們一定是在等自己的另外一班出來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轉車去最後一站 直動了 然後要由這個河原丁坐一個站 去烏原 最後20分鐘 但是我們已經很累了 因為我們太早起床 當然它那個上面是寫 建議坐巴士比較快 可是我覺得日本的巴士很想搞錯邊 還有找上兩個店員叫我們不要坐 也是沒錯 我覺得我們大概3點 就會離開這裡 我現在是那個在地記者 要訪問一下隔壁的燕先生 如果是神戶跟京都的話 你覺得哪一邊起來你會比較喜歡呢 神戶 為什麼呢 京都很無聊 雖然 就是茶啊 咖啡啊 博物館啊 很無聊 還有神戶的路比較寬啊 喔 我正要說這個東西 京都的路 真的 我以前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今天走起來我就覺得 真的好窄喔 你以前你旁邊沒有一個攀子 哈哈哈哈 以前不會有人跟我並行走 大家都是前後這樣 但是我今天走起來 身體就會一直碰撞你知道嗎 就這樣 啪 白線外面這個位 就是這個位啦 行人路 然後白線 還有這個粉粉紫紫的那條線 中間是單車路 這裏單車路 那都是 車是只有這裏和這裏 中間的 嚴格來說 當然你可以搭著個單車線開車的 所以奉勸各位 如果要來京都玩的話 還是比較開車比較好 走路好像也有點危險 其實其實騎腳踏車是最舒服 我奉勸大家 如果你超過90公斤 不要來勁道 走路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去完那間冬特鋪啦 然後吃完就出來了 那間鋪呢 超級世間 哈哈哈哈 而我們為什麼會去呢 因為以前呢 他就介紹過我去 他的一號寶啦 去年年底的時候 他開了第二間 第一間 Lose Kyoto 它是在清水寺的那個坡上面的 其中一個地方 我覺得比較來說 環境還有東西 我還是比較喜歡第一間 因為他們兩間賣的冬特鋪是不一樣的感覺 第一間的冬特鋪比較中我一 然後第一間的環境也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我們來第二間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它有那個Sausage 我那時候看了都想 欸這好酷喔 這樣是Sausage跟冬特鋪 結果剛剛吃完 它不是我的排名第一名 超鹹 哈哈哈 超鹹 啊呦 我覺得那間鋪型是挺有型的 它真的是一間很合格的網美店 所以它的位置超級小 我亦都可以理解的 我覺得做Café 可能香港的Café也是 這些位置剛剛好 你不如你坐大內 然後它回客可能快點 Anyway 不過有件事我自己有少許意見 就是因為我沒有說它有腸仔的 但是它那個廚房位 我沒有拍到啦 因為真的太小了 那我不好意思 那它的廚房呢 它是沒有抽氣線 它沒有抽油煙機 它一煎那些腸 它就整個店都是那個煙跟油煙味 雖然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還是會比較喜歡第一間 我是覺得 如果是真的有來這附近的話 是可以試試看 可是因為伊甸也是離清水市比較近 所以大家應該是那邊 來說應該會比較方便 就是如果大家會去清水市 嗯 可以去一號店 大家會來整個二條城 可以去二號店 但人都蠻多的要小心喔 我剛剛還說什麼 說你這麼迷密的 應該沒有人吧 結果還是爆幹多人的 太天真了 所以整個也是很京都啊 就是什麼東西都 空間就很小 對啊 因為京都真的是充滿藝術氣息的地方 說得很好聽喔 對啊 然後它的咖啡廳都是那種小小一間 所以就是六日來的時候一定會拍很多 然後現在觀光客有很多 其實平日來說應該也會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打算要來京都啊 我的意見是 沒有啦 其實我的意見就是大家不要來 裝好我的麥克風轉緊 在地記者要出現了 你要說什麼 訪問一下隔壁的葉先生 我們的這次京都之旅已經告了一個段落 請問呢你現在對京都想法有改變嗎 還是說你覺得有對它加分呢 還是減分呢 還是一樣呢 老實說我覺得是有變好 但是就是哪個1點 1點 0點5分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有沒有地方還想去 在京都 我沒有啊 我們應該不會再來 好像也是 結果我們兩個還是比較適合待在家裡 我這樣子早上7點起床 9點半到這裡 然後到現在我才半天吧 我的體力已經快用完了 我現在好想回大班 我們這樣好像很私底 可是我們還是很推薦來京都玩 因為就是這裡就是以觀光客 遊客 遊客景點來說 我覺得這裡還是算不錯的 有很多地方可以享受 然後很多地方可以看 很多小店可以逛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還是蠻適合來旅遊的 然後我要在這裡鄭重的再講一件事 什麼 我真的很佩服 也很就是 覺得陪女朋友或者是老婆之類 曖昧對象來的男性們 真的很厲害也很勇敢 就是像剛剛那個店裡面 我們一想去的時候是只有我一個男人 對 我就笑出來 差不多做嘛 大概做了90%的位置 沒有錯 只有我一個男人 還好就是大概10分鐘之後 還有第二個男人來了 所以我很佩服 因為那個店真的很小 好啦 那我們真的搭乘了目標 我們真的3點前上翻車 現在準備翻台 我真的很遜耶 好像也沒有特別想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Like comment share USJ會去的啦 放心 是會去的 耶我成功了 但是應該是4月吧 對因為我的年票3月底前都不能用 所以我們4月應該會去拍USJ 應該 先說應該 好啦 再見 按讚、訂閱、分享 要追蹤我們的IG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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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未打扮好開心 這條片好像很零碎 因為很多店裡我們只能撿到畫面 出來才能說到 其實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 連阿兔TV那邊 經常都不想拍京都 因為真的很難拍 很多地方都拍不到 就是 位置很窄 然後 店家小 然後 因為又要房子不能拍到日本人 所以其實是蠻難的 我覺得 今天很多地方都沒辦法拍 就是你把那個相機擺在那裡 就很奇怪 就是找不到一個好位置 非常的怪 所以我應該不會再來 掰掰 拜拜